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妈,隔夜饭不能吃,怎么老说不听呢,吃了不仅有致癌的风险,还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赶紧扔了吧,刚回老家没几天的小陈,这几天经常看到母亲吃隔夜饭,她认为吃隔夜饭对身体不好,于是就提醒母亲,叫她不要再吃隔夜饭了。 没事,我吃隔夜饭都吃了几十年了,身体还不是好好的,就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太讲究食品安全了,这不能吃,那不吃,是你们太矫情了,对于儿子小林的提醒,她的母亲并不在意,看无法说服母亲,小林也没有办法,也就不多说了,那么,隔夜饭真的不能吃吗?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哪些食物隔夜是不能吃的? 下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些问题 一,一碗隔夜饭吃进ICU 许多人都曾经吃过隔夜饭,特别是老一辈的人 只要煮的饭没有吃完,都会装起来,留着第二天早上吃,对于吃隔夜饭,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吃隔夜饭会影响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可能许多人都不太相信 而事实上,由于吃隔夜饭,导致出现健康问题的事情 时有发生 一位急诊科的教授表示 急诊科每一年都会接诊到一些 由于吃剩饭剩菜 而导致身体出现健康问题的患者 轻者可出现腹痛 腹泻 呕吐等不是症状 而严重者,则可出现农毒性休克 甚至危急生命 据教授回忆,就在上一年的九月份 他们急诊科就救治了一位 因为吃了剩饭剩菜,才导致食物中毒的患者 而且情况十分危急 患者在ICU救治了五天,才脱离生命危险险 可能许多人还是不相信 不就是吃了一顿隔夜饭吗 还能导致食物中毒 甚至住进了ICU 这是因为该为患者吃的隔夜饭 已经放在冰箱里超过20小时 并且在放冰箱之前 在室温下放置了很久的时间 这就导致了剩饭中滋生了大量的细菌 当进食了这些,滋生了大量细菌的剩饭 就导致肠道细菌感染 引发细菌性食物中毒 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 进而发生浓毒症休克 肝功能异常 代谢性酸中毒,乳酸性酸中毒等 可危及生命 因此,如果剩饭由于保存不当 或者时间过长等原因 就可成为各种细菌微生物繁殖的温床 比如致贺菌,沙门市菌,大肠杆菌,里斯克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当人体进食了这些变质的食物 那么这些致病菌就可在人体大量繁殖 从而引起食物中毒 严重的话,可引起浓毒性休克 危及生命 二,隔夜饭还能不能吃 虽然隔夜饭有引发食物中毒的可能 但是这并不代表隔夜饭就不能吃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患者之所以吃了隔夜饭,导致食物中毒 那是由于剩饭保存不当 以及保存时间过长等,造成细菌滋生 再加上进食时没有彻底热透 从而导致剩饭中的致病菌 在体内大量繁殖而引起食物中毒 因此,隔夜饭能不能吃 关键看储存条件以及储存时间 看是否已经变质 是否滋生了大量的细菌 一般来说,剩饭剩菜 在室温存放时间不宜超过四小时 气温高时不能超过两小时 电视台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发现细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室温时 细菌繁殖最快 而且在室温中放置的时间越长 滋生的细菌就越多 剩饭剩菜就越容易变质 因此,对于剩饭剩菜 应该尽快放进冰箱里面保存 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细菌滋生 当然了,剩饭剩菜放进冰箱保存 并不能保证这些食物不会变质 因为低温只是一只细菌的繁殖 并不等于停止生长 而且即使是冰箱,里面也有一些低温细菌 如果剩饭剩菜放的时间比较长 又或者放进冰箱保存时 没有做好密封等 同样也会滋生细菌 因此,要想剩饭剩菜吃得健康 就要避免这些剩饭剩菜滋生细菌而发生变质 这就需要及时将这些剩饭剩菜 密封打包好 在上有余热的时候装放进冰箱 这样就可避免滋生细菌 另外,这些剩菜剩饭 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 也不能过长 而且在再次吃用时 应该彻底热透之后再进食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关心 隔夜饭是否会引起亚硝酸盐增多 而引起致癌的问题 其实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虽然隔夜饭会引起亚硝酸盐出现变化 但是这个量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 而隔夜饭经过几小时的存放之后 无论是营养方面还是口感方面 自然比不上新鲜的白米饭 如果保存不当的话 甚至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为了我们的健康 还是少吃隔夜饭为好 三,这五种食物不建议隔夜食用 虽然说隔夜食物做好保存 可以有效避免细菌滋生 可以食用 但是不是所有的剩饭剩菜 都可以隔夜食用的 毫无安全风险 特别是下面这五种食物 不宜隔夜食用 一,肉汤 肉汤经过一两个小时的高温煎煮 许多营养物质已经融入到汤中 在室温中放置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滋生细菌 而且喝不完的汤 长时间放在铝锅 不锈钢锅内 还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可能会吸出一些有害物质 因此 如果包的汤实在太多喝不完 可先将一部分的汤 盛放在玻璃或者陶瓷器皿中 趁着鱼温密封好之后 存放在冰箱里 而且最好放在冷冻层 千万不要等喝完之后 将盛汤放进冰箱保存 二,鱼和海鲜 鱼和海鲜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在进食过程中 由于筷子的搅动 容易使它们混有细菌 这样时间久的话 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而且这些高蛋白食物 隔夜存放之后 还容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 可能对肝脏 肾脏等产生损害 三,散装卤味 散装卤味本身在售卖的时候 就放在室温环境中 这样的环境下 本身就容易滋生细菌 如果当天不能吃完的话 再放进冰箱里面隔夜保存 那么也会造成细菌滋生 特别是冰箱 还有是冷菌的存在 这样更加容易引起食物 变质 四,银耳 银耳本身含有较多的硝酸盐 即使是经过炮制之后 仍然还会残留一定的硝酸盐 如果煮的银耳吃不完的话 在室温放置下 可滋生细菌 当把这种银耳放进冰箱保存时 在细菌的作用下 银耳中的硝酸盐 会还原成亚硝酸盐 而且放置的时间越长 产生的亚硝酸盐越多 人吃了就会对人体有害 五,半生不熟的鸡蛋 当鸡蛋没有完全熟透时 那么就有可能杀菌不彻底 鸡蛋中还有可能含有沙门氏菌 而且在室温下 也容易滋生其他细菌 如果隔夜存放在冰箱的话 鸡蛋本身富含营养物质 可为细菌提供养分 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 人进食之后 就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正所谓病从口入 食品安全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重视食品安全 能不吃剩饭剩菜 就尽量不吃剩饭剩菜 这样才能有效减少风险 感谢观看